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Kujunia出演YukiJu公开了与大S电影般的恋爱故事 也澄清了很多谣言 而这些内容都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榜 引起了网友们极大的关注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昨天播放的内容当中 韩国网友们反映最热烈的几个片段 嗨,我是光头 而大S用韩文说了 使用互相的语言问号 是真爱疯了真的 哇,DG是用了彼此的语言 电影公司们在做什么 流泪了,我为什么流泪了呢 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在韩国 应该有很多人说 这爱情可能吗 面对现实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赶紧整理吧 对自己的信心也会因为周围的反应而倒塌 当时我很像傻瓜一样 其实是可以抓住他的 我还记得分手的那一天 我们互相抱着彼此 哭了一整夜 然后我送他去了机场 是我没能够承担 但其实承担也是可以的 当时我就是个傻瓜 当时又是远距离 两个人的年纪又小 是可以理解的 苦俊俊不是索罗 也要考虑到卡万雷以及家人们 而且当时韩国演艺圈的气氛 还那么保守 我能理解他 听到结婚消息后 最高兴的人是 我母亲最 母亲在20年前 看过我跟喜元约会 听到这个消息后 母亲对我说 喜元当年对你有多好 真的太好了 然后对于华语圈媒体报道的 苦俊俊母亲不想接受大S的谣言 苦俊俊也澄清 母亲很高兴的对自己说 喜元真的很漂亮 然后有关大S母亲的 女儿答应 但是我不答应 这句话苦俊俊也表示 没有那样 岳母很喜欢我 照顾我 说我是像儿子一样的女婿 苦俊俊的母亲不会不喜欢的 说不结婚的儿子 现在说要结婚了 恋爱就要像苦俊俊一样 听说刺清了喜元的名字 甚至连台湾的威度京都也刺上了 猫 不是有那个猫 刺了猫跟四代跟台湾的威度京都 威度25.03M 京都121.571 是我爱的定居地 果然是不负众望的国民女婿 然后在这后面 有喜元的星座 然后这里是喜元的名字 最后一张刘大神的表情 看他这么幸福 我的内心也很感动 要幸福 刘大神的表情 就是我的表情 也是我的表情 什么时候最能感觉到结婚很好呢 always 没想到个能编这么多 我实在不能隐藏 我一直都觉得一个人生活很好 想以后去像巴厘岛一样的地方 盖个房子 听着音乐 画个画楼下去 但是我梦想的女人进入到我的画里了 怎么看的话 20年前喜元将我的眼光给提高了 不是这种女人 我就不结婚 喜元不太喜欢对不起这句话 我说I'm sorry 就很不喜欢 要我不要说那句话 我爸当时也是逼不得已的啊 我觉得喜元比我还要心胸宽阔 度量更深 更是一个好人 在分手后 有很多谣言的时候 喜元也保持沉默 我也有看过当时的影片 那个时候 我也有流泪 但是看到翻英文之后 就爆哭了 在分手后 喜元的情绪应该也很不好 但是他却好像是想要保护我一样 想要一个人承担那一切 到最后也想要保护自己爱过的那个人 在颁奖典礼之前 喜元送我了一个大衣 都过了20年 我也没能丢掉 是真心的相爱了 真的是很美好的记忆 美好的回忆 连手机桌面也是手字的照片 手真的很白吧 真的是美人 像天使一样吧 现在也是真的很漂亮吧 我再给你们看几张 真的太可爱了 对我来说到现在也像个少女一样 在与喜元冲锋的时候 当走出电梯门站在门前 看到那个样子的时候 在我们脑海里穿梭了过去的20年 一见面我就抱了他 那天我们一起哭了30多分钟 在分手的那一天 两个人也一起哭了 20年后见面的那一瞬间也一起哭了 然后喜元还像个少女一样的地方是 高兴的话会这样跑过来 这样抱在我怀里 真的很爱他 真的 我的人生是从现在开始 因为我拖了太长的时间 喜元真的有很多爱 跟他在一起的话 感觉就好像会沾到爱一样 在那里我还能怎么样呢 只想更加爱他 我没有很多时间 想要给他我能付出的所有的爱 以后喜元长白头发的话 应该会更可爱吧 一直都在想象 我们两个人一起快乐老下去的样子 然后在节目最后 Kuchinib给在台湾的大S真心的告白了 我要融化了 我要融化了 在台湾的故事微笑 说着大S的故事哭泣的Kuchinib 自己一个人承担一切 想要保护Kuchinib的大S 真的真的真心的祝福两位 能够幸福快乐的老下去 然后在身边的话 好像能沾到爱的那句话 真的太感动了 希望我也能够有那种经验 日出发计划 每个人都试图说 这是的 我真的以为今 一直在